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和肖战,被拍到再度同框,友情还是爱情? 近期,杨子和肖战再度同框,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和关注。 不少人猜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好友还是恋人。 对于这个问题,我给出的答案是,无论他们的关系是友情还是爱情, 我们都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空间和支持, 让他们在这个繁华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愿他们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面前。 让我们为他们加油打气,祝福他们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杨子和肖战都是当下非常受欢迎的年轻演员, 他们的演技和实力也备受认可。 此前,杨子和李线的合作也曾引发关注, 不少观众对他们的演技和实力有了新的认识。 这也证明了杨子和肖战同框的关注度之高,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高颜值, 更是因为他们在演艺事业上的出色表现。 当然,我们作为观众也要尊重他们的个人隐私和选择。 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是他们个人的事情,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决定。 同时,我们也应该多关注他们的作品和表演, 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相信只要他们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工作状态, 一定能够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杨子和肖战的关系是怎样的, 我们都应该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和支持。 愿他们能够一直保持自己的初心和热情, 不断努力前行。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打气, 祝福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好。 在娱乐圈中,明星们的感情生活总是备受关注。 而杨子和肖战这两位当红小生小花旦再次同框, 无疑让粉丝们更加期待他们之间的互动。 然而,我们也应该明白, 明星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和隐私,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决定。 杨子和肖战都是当下非常受欢迎的年轻演员, 他们的演技和实力也备受认可。 此前,杨子和李线的合作也曾引发关注, 不少观众对他们的演技和实力有了新的认识。 这也证明了杨子和肖战同框的关注度之高,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高颜值, 更是因为他们在演艺事业上的出色表现。 当然,我们作为观众也要尊重他们的个人隐私和选择。 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 都是他们个人的事情,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决定。 同时,我们也应该多关注他们的作品和表演, 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相信只要他们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工作状态, 一定能够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 杨子和肖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他们在演艺事业上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汗水, 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同时,我们也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好。 无论杨子和肖战的关系是怎样的, 我们都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和支持。 愿他们能够一直保持自己的初心和热情, 不断努力前行。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打气, 祝福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好。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